继续要带您来关心台风最新消息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因为台风是步步的进兵 可以看到很多离岛的船班 其实都已经急着要返回本岛了 不少旅客是大包小包 赶紧是下船 要来回到台湾本岛来躲避这个台风的风雨 那其实今天早上 绿岛有加开了6班船 运输1500名的游客 蓝宇则是加开了2班船 那今天傍晚开始 台东到蓝宇以及绿岛的 船班都是全部停航的 要搭船的民众一定要注意了 那至于小流球的部分 也就是东流线在礼拜三的午后 也会开始停航 周四则是全天都没有运行的 那今天其实运货量 也是比平常多出了一到两成 大家都要赶快把物资运到离岛 接下来要来躲避这一个台风 那台东的富岗渔港渔民 有鉴于上一次有船沉船的关系 这次也是赶紧的固定缆绳以及船身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带你来看 就是因为苏拉的风真的蛮强的 可以看到这个是苏拉台风的风场图 那也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风场图 那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这一个红色的粉红色的这一颗 就是这个苏拉台风 那红色的部分大约是9级风 那粉红色的部分呢 里面这个粉红色大约是15级风 那可以看到随着它逐渐接近台湾 这一个圈圈红色圈圈是逐渐的逼近台湾 就在它直接碰到了这个恒春半岛的部分 甚至在礼拜四的晚上呢 更是碰到非常多 那可以想见我们的风浪的确是会非常的强 尤其是从明天开始 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风浪都会逐渐开始变大 那到底有多大呢 气氧局也有点出一些特别的区域 但你来看到其实强震风的风险区域 他们就列出中级跟高级 那像是北部地区还有台南高雄都会有强风 那最强的部分则是在屏东以及恒春半岛 还有花莲台东的沿海这部分 风浪真的是非常的强 都会有剧烈强风可能8到10级 那至于强降雨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因为台风从东南方来 因此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就是这次的降雨重灾区了 那接下来继续带您看到 其实不止风也要看浪 那这次台风起来可能会掀起3到6米的巨浪 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台风以外 还有适逢年度大潮 像是新北到台南沿海以及七美 那甚至还有花莲以及台东的成功 其实这几个点都是被气氧局点出 这次年度大潮潮位会很高的点 因此如果我们再加上台风的风浪 就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或是局部淹水的现象 请这些民众一定要注意了 那尤其是虽然西南部沿海并没有被列入 但是其实西南部沿海的潮位也会比较高 那再加上台风这次又是最接近西南部沿海的 因此这部分的民众也是要注意 可能会有海水倒灌还有淹水的情况 那接下来带您看到雨量 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大家还没有感受到明显的风雨 但明天开始风雨就会逐渐增加了 其实台风从东南部上来 因此的东部就首当其冲了 尤其是宜兰花莲台东以及屏东地区 雨会是最大的 然后接着呢几乎全台都是有雨的 那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中南部沿海的雨量是减小了 但是因为台风逐渐的逼近 礼拜三礼拜四离台湾最近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礼拜三礼拜四在这个台东以及屏东的部分 雨量是发紫的 那甚至紫的中间还包了粉红色 对吧这个粉红色也就是在台东屏东 这个部分是全台雨量最集中的地方 雨势真的非常的大 一定要慎防好大雨的灾情 那其实啊礼拜三呢 可以看到中南部还是稍微比较晴朗一点 那雨区是集中在这些地方 那大台北地区也是有下雨 但到礼拜四呢北部的雨势是有稍缓了 可以看到这一区变比较白 但是呢一样雨量是集中在台东以及屏东紫磅 然后中南部呢也开始有雨了 雨量都变多了 那一直要到礼拜五 苏拉台风逐渐往中国前进 那它到了我们的西南的地方 因此台风在这里 因此呢 西半部的地区的雨量就会比东半部来的多了 但是外围环流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台湾哦 那既然带您看到苏拉到底往哪走呢 目前呢 苏拉是在俄罗比的南南东方700公里的地方 那它时速呢 是以每小时9公里走的比较慢一些些 逐渐的往北前进哦 接下来就会转往北北东的方向 那它半径目前是150公里 那它的强度呢 之前是强台 但今天凌晨减弱为中台 但是因为它持续的在海上行进 因此吸饱了水汽 气象局也预估今天中午过后 就有机会可能会再转为墙台哦 甚至是礼拜三礼拜四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还会是它的强度巅峰哦 那至于海景的部分呢 气象局则去预估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个时间区间都有可能会发布 那预估最早的时间点 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半 和今天深夜11点半 这两个时间点最有可能来发布海上警报 那至于陆上警报的话 则要等到明天下午2点半或是5点半 这两个时间点大家可以注意 可能会有陆上警报发布了 那至于海魁台风的部分呢 也在今天早上的8点深沉了 那它目前呢是青台 而且它逐渐的向西前进 那目前呢 其实是离台湾还是有点远的 它在俄罗安比的东方 2000多公里的地方 那它走的呢 是比苏拉还要慢 大概每小时5公里左右 那它也目前暴风半径 也是比苏拉还要再小一些些 大概100公里 但是呢 专家就说它接下来 因为它在海面上面行进 因此它接下来有可能会越来越强 甚至变成中台 未来也不排除是大型的台风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会持续的往台湾的北部海域前进 因此就是未来它的环流 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北部地区的雨势比较大 那甚至是两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旁边 预估周三开始 海葵就会跟苏拉逐渐拉近距离 他们会来到1500公里的距离而已 而且海葵如果你走的快的话呢 周五之后就有可能会跟苏拉产生藤原效应 也就是它有可能会拉住苏拉 停留在台湾的旁边更久 让它不要让它去中国这样子滞留的状况 那因此两个台风会互相影响 就有可能会让台湾的雨势更大或是更久 那至于程度可能还要再观察 那至于另外一个轻度台风丹瑞呢 大概在这个上面呢 那它因为距离台湾比较远 而且它是往北走往日本去 因此对台湾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了 那以上就是字节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